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提醒一下观众朋友 每次焦点对话播出的同时也在YouTube上直播 欢迎您在第一个小时的卫时新闻节目中 就到YouTube提出问题或者评论 我们将尽量将您的看法纳入讨论当中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瞩目的礼约奥运会 而就在今天早上新华社承认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毅 在药检中被查出呈阳性 给这个议题再度加温 那么为何西方运动员对禁要的批评 集中在实行举国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 在培养真正的体育实力方面 类似美国的民间体制和中国的举国体制 谁更有优势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请各位我们来谈一下 从这个禁要问题开始谈起 我们知道这次奥运禁要成为赛场内的最热的话题 那么澳大利亚 美国和法国都有运动员发声 批评使用禁要的人 那么矛头主要是指向俄罗斯和中国的运动员 而刚刚爆出的这个中国运动员陈欣毅 要脚阳性呢 也可能对中国的形象增添更多的阴影 我要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很多运动员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举国体制的国家 曾有更多的这个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您的分析是什么 举国体 实行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常常把这个获得奖牌当作是国家的荣誉 因此不择手段 我们都知道体育比赛靠的是体能和技巧 那么如果用静药来改变体能 去因而改变这个比赛结果 实际上是一种体育竞赛欺诈 那么中国在这个最早之前 二十多年以前中国是没有静药的 当时的鼻祖在这方面 使用静药的鼻祖是东德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二十多年前 中国开始从东德引进游泳队的专用的医生 这些医生是指导服用静药的 那么同时医生也把静药带到了中国 很快1994年广岛 日本广岛的亚运会 中国女子游泳队被多数队员被发现服用静药 然后没收奖牌竞赛 那么2014年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孙杨 在全国游泳比赛当中又一次被发现服用静药 那么今年2016年 这个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怡 再次被发现服用静药 由此可见服用静药这个问题 在中国游泳队 甚至在体育界其他一些运动员当中 不是一个稀有的现象 它有相当的根源 好的听听曹昌军先生的看法 对啊这个现在普遍的 这个现在在旅游奥运会的其他国家运动员 对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或者表现不信任甚至嘲讽 这是有理由的 认为一般他们感觉不公平 第一个不公平 中国是举国体制 刚才程晓农先生介绍了 他说是国家之力培养运动员 包括中国听众很熟悉 中国体操女孩子很小的 被收入到国家队培养 那国家亲国家之力的培养运动员 西方是大众培养 有时候父母培养 那你这个条件不一样啊 中国那个金钱堆出来的 所以这个对等就不平等了 第二个就是你用金钥啊 刚才这个程晓农先生谈到了 当年东德 东德在1600万人口 没有中国一个大城市人口多呢 长达20年 东德选手拿到的奖牌 排在全世界第三名 排在中国 排在苏联美国之后第三名 长达20年 他怎么能拿到这么多奖牌呢 最后查到了 这个东德的这个共产政权垮台了 秘密文件出来了 全部是用紧钥啊 东德给一万多名运动员用紧钥 最后导致了100多名运动员丧生 造成严重的后果 现在东德没有了 奖牌没有了 金钥没有了 现在中国金钥 为什么会会受到大家这么多质疑 因为你发生过呀 中国的最高的体育总管 叫吴少祖 中国体育委主任 当年他就在回录写过了 在90年代提问有共识 就是一个成绩不好 用紧钥 能提高成绩 这他公开回录写的 他的继任人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是那个 这个谁 体育总局局长 那个袁伟民 他的回录也写了 当年中国轰动世界的 拿了很多奖牌 那个马家军 很多都是用紧钥的 中国体育最高官员都承认用紧钥 中国用紧钥是非常普遍的 包括你像那个90年代 那个广岛的那个亚运会 中国17名运动员被查出用紧钥 那最后都处分了 11名的奖牌被拿回去了 其中7名就拥有运动员 所以今天你说 包括最新的发展 又一名中国女选手被查出的 检验是阳性了 那这个更增加了 这个奥运会运动员的感到不公平 感到对中国运动员的这种愤怒 所以这个愤怒情绪 应该可以有理解的 有理由的 好的 王康先生 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人类文明的伟大的发明 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大家知道是从公元前776年 到公元后394年 一共1170个年头 年细举行了292件 没有中断过 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功运动 关于人的发现 世界的发现 双重发现 对古希腊文明的再次的复兴 对 结果 那么尤其是由法国贵族 郭白旦 这个在1896年开始发动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其实不光是古代的 还是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都是为了 证明一点 就是苏格拉底在阿波罗神庙 所反复强调人们 记住的古代真言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表现你自己 实现你自己 是把人看成宇宙万物的最高存在 最有价值的 永恒的奥秘 所以人是在这一点上是 下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东西 现在的这种举国体制也好 尽药的也好 不惜一些手段 是完全亵渎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 好 陈破空先生 这是在这个里面奥运会上 澳洲的游泳选手霍顿 讽刺中国的选手孙杨 说是嗑药骗子 这个在中国激起了鲜然大波 那么我想这个中国民众的一半心情 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对信息的了解有限 由于官方封锁互联网 他们对中国对长期服用兴奋剂 甚至是集体服用兴奋剂 国家支持纵容默认服用兴奋剂 这样一个事实完全不知情 尤其是在过去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 事实上中国服用兴奋剂 已经有31年的历史 从1985年算到现在的话 那么就说这个孙杨 孙杨他在2014年 闹出这个尽叫丑闻 那么中国那边是悄悄地 让他度过了这个竞赛的时间 让他刚好赶上里约这个赛事 而且给他找了个理由说误服 说他心脏有问题 那么国际奥委会就说 你心脏有问题为什么没有报备 另外你为什么是半年之后 才提供那个药剪效果 另外你这个 而且中国的这个 国际设在中国的反兴奋剂 实验中心最近被暂停 为什么被暂停 因为造假 因为有五粒的这个药液样品 这个被调包 或者是没有被提供给国际 这个这个奥委会 所以这个被禁止之后呢 中国将来的药液 最近的药液检查 必须送到日本去进行测试 就另一个国际的反新闻中心 这些都说明在中国这个背后 体育界背后有大量的黑幕 而孙杨本人呢 他这个他自己除了这个磕腰以外 他本身的人品不太好 所以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 叫白岩松 这次在前线报道 人家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混蛋就是混蛋 不因为得了冠军就不是混蛋 那么有的中国人理解成 以为他在骂霍顿 我倒认为他在说的是孙杨 他没有点名 实际上他后面的评述 证明他实际上是说的是孙杨 说这个孙杨他有无证驾驶 而且驾驶之后呢 又出示假驾驶证 而且被拘留七天期间呢 他又提供特工食品 享受特工食品等等 这个劣迹斑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群起来去这个骂 澳洲运动员为这个孙杨辩护 我认为中国人民呢 实际上是受了很大的误导 好我想提一下就是 国际反禁药机构 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大规模的调查 显示俄罗斯是有系统的 有政府支持和组织的禁药项目 来提高这个运动员的成绩 甚至连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都参与到比如说换药等等这些做法 那么这是联合国 这是国际禁药机构的报告里面提到的 联想到其他的刚才大家提到 前共产的国家 例如说东德或者罗马尼亚 也曾经发生运动一样 大规模使用禁药的情况 我想听听各位嘉宾的看法 就是说这些举国体制的国家 使用禁药的方式 或者至少从俄罗斯的例子来看 有些什么样的特色跟他这个举国体制的这个关系 程晓龙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好 我们都知道民主国家的运动 这个国际赛事运动会是临时组建的 是通过挑选 这个体育竞赛选拔出来的 那么他的运动队 这个运动赛事结束以后就解散了 所以教练和运动员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 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所以虽然在民主国家的运动员当中 也有偷食禁药的 但是这种情况多半是个人行为 但是在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运动队是属于专业的常设组织 他的运动员是领工资的 然后教练员和医生 对运动员的日常生活训练和药物使用 有绝对的控制和管理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开始出现这个偷食禁药 那么多半就是属于有组织的行为 这个有组织的行为 比个人偷服性质更加恶劣 好的 曹安清先生 最大的不同就是刚才程雁龙先生讲到的 你西方国家又有紧要的 包括以前美国著名的那个自行车运动员 阿姆斯壮拿到七届的法国自行车大赛冠军 成为奇迹了 最后查出被使用紧要 美国人民没有群情激昂 没有说爱国主义的方法来辩护 完全像过街老鼠一样打他 他现在不敢出来了 美国人民这个道德感觉到相当谴责用紧要的人 最大的根本区别就在西方用紧要是个人行为 而是发生之后 群体攻击完全是没有道德上 完全破产的 在中国 东德 苏联等等这些国家是国家支持的 刚才我特别谈到了吴绍主 提委主任 袁伟民的话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他们两个人的回忆录都写了中国运动员用紧要 而且作为一个政策来使用的 所以说是必须成绩不是成绩上不去 又用紧要 这是提委主任写的 第二 我看中国这个国家队的这个随队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医药组的组长 监督组的组长 这个叫薛音贤 他现在这个他说他在中国提委工作了35年 亲眼目睹了中国运动员大量使用紧要 而且是国家强行给他们注射 很多人不愿意的 造成因为造成这个不仅道德破产 而且是造成身体伤残 但是国家组织的为了金牌 为了卫国争光 为了爱国主义强行用的 所以这个是个国家行为 这个国家行为现在逐渐的被泄露出来了 包括我刚才说这个隋军的这个医生啊 监督组组长啊 国家提委主任回路 这些外界知道以后更加的厌恶反感中国运动员 你的成绩不真实吗 你用作弊欺骗拿到金牌 你怎么可能得到世人的尊敬呢 好的 王康先生 这个体育这个部门啊 跟国家的其他部门一样 它是从属于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 那么现在世界上大致上就是这两类 一类是自由民主国家的 这种所谓的民间的体育 自发的体育 地方的个人的体育 另外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 这种举国体制 其实创造举国体制的这个 首先是希特勒 是希特勒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里面 希特勒本人对体育本来没有兴趣 后来是意识到体育对德国 宣传德国的这个形象太重要了 所以他出任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总裁 而且他规定 德国国家队的队员 纳粹党党员不能少于50% 德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 就拿了34枚冠军 就是全国之冠 紧接着就是苏联 全世界人都会注意到 奥迪特勒运动会里面 有一种举国体制 从德国到苏联 苏联营以5、6年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就拿了50块金牌 就是第一名 然后就是70年 76年 80年 88年等等 连续五届的 全世界的奖牌总数 而且在1980年 他拿了80块 当然因为入行阿富汗 西方国家抵制 一直到他解体前的两年 1988年 他还是拿了51块金牌 还是全世界之冠 中国当然2008年 举办第一届北京奥运会 拿了51块金牌 也是所谓权威之冠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以举国家之力 而且用非法的 用这种违背人道的 这种不光明的手段 服侍各种的兴奋剂 中国还有各种更古怪的 像巫术一样的 像马家军的那些 什么吃 中药啊 什么冰魔东西 来吃运动员 他跟奥利福克精神 完全早就背道而驰了 说到这个举隔体制 跟这个民间体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说一个运动员的专业性 那么中国的运动员 我们知道国家队 比如说是长期的 专业的全时间的训练 那么美国的运动员 往往是还有其他的职业 或者是学生 还有本身呢 也他这个所谓 根本没有国家队这个概念 都是临时在奥运会之前 几个星期才挑选 从各地挑选这个运动员 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值得提到的区别 那么陈破空先生 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主持人提到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况 我们必须讲一下 去年在俄罗斯举行的 这个朔齐冬奥会 是一个灾难 当时俄罗斯入侵了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 他要显示他的国威 他的这个国家灵魂 举行了这个冬奥会 这个冬奥会之后 国际社会对这次冬奥会的结果 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因为俄罗斯囊括了 大部分的这个奖牌 而且是雄居第一 那么跟历史上的成绩 很不一样 那么结果呢 这个国际的这个 反新闻集中线就发现 这个俄罗斯 这个反新闻集中线 至少有销毁了 100起的这个药样检查 但事实上 后来根据这个中心 后来叛逃的 这个实践中心主任的讲法 不只是销毁了100起 是销毁了几千起的药样 而且大量进行调包 这个实践中线 这个那个揭露 他们非常忙碌 彻业的忙碌 只要运动员的 这个药样送过来 他们就彻业的调包 把这个药样 换成别人的药样 然后进行检查 玩大规模的造假 国家支持的造假 政府支持的造假 举国体制的兴奋级中心 使俄罗斯赢得了这次荣誉 说俄罗斯遭到了 毁灭性的打击 国际这个残奥会决定 俄罗斯的那个田径选手 全部禁止残奥会 但是国际奥委会 没有完全禁止 禁止了一部分的俄罗斯选手 国际奥会本身存在腐败 这次在里约这个奥会上 部分运动指出 这个兴奋剧的丑闻 实际上是对腐败 残世的国际奥会 也是一大鞭策 这是一个亮点 使国际社会 回到奥运精神 奥运精神不仅是 更高更远更强 而且是公平共振 公正和规则 那么回头说中国 中国完全是 模仿前苏联 东德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俄罗斯这么一个系统过来的 那么中国的前 这个提问主任 武少祖在回忆中 说了有三个原则 说八九十年代 中国队服用兴奋剂 是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 如果成绩上不去 就要服兴奋剂 而且兴奋剂有三个原则 叫做有用 无害和查不出来 但说是无害 实际上对运动员 非常有害 很多运动员服了之后 女性变男性 体增变化 做变性手术 这个退育之后 不能结婚 或者是不能生育 有的甚至是 找不到工作 当戳找工 另外前提问主任 袁伟明回忆 2009年 他的自传中回忆 他有三句话 他在中国体育界 非常流行 叫做 机能性项目 靠钞票 体能性项目 靠持药 还有句话叫做 这个插出来是兴奋剂 插不出来是高科技 插不出来是英雄 插出来是狗熊 如此而已 所以这个 这就是中国的整个历史 那么后来就有个大量的例子 后来有一个作家 叫赵瑜 报告文学作家 他在1986年 他就写书 叫强国梦 揭露中国兴奋剂丑文 当时有人就说 他是泄露了国家机密 他在1988年又写书 接着写的是什么呢 叫做这个 讲这个中国这个球队 然后有人说 他是反党散发 社会主义 他在1998年 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叫马家军调查 在各方压力下 被迫撤走 要务重创 马家军那一章 但是两年之后 2000年 马家军全军覆没 因为在习近奥运会前 被撤出 马家军全体的 服用这个兴奋剂丑闻 这是重大的国际丑闻 所以这样的调查报告 后来才勉强出来 但是中国人民 很多不知情 好 刚才我们几位嘉宾都提到 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 已经带来那些弊端 那么有一位叫做 Chris Chang的一位观众 他现在在网上提到 就是说中国实行 这个举国体制 到底目的是什么 图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刚才几位嘉宾提到 以前实行举国体制 比如像东德 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都是体育很强的国家 但是一旦举国体制 没有实施以后 体育马上就滑落表现 那么中国实行举国体制 到底跟中国的体育实力 是不是能够挂钩呢 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社会对于国家 有个共同特点 它是专制国家 政府不是民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需要标榜 它是唯一代表人民的当局 那么怎么代表法 它就把国家荣誉 建立在体育的举国体制上 希望尽可能多的获得奖牌 然后呢 把奖牌算在政府的成就上 利用爱国主义心理 让老百姓 把体育奖牌方面的成就 和政府的能力 国家的荣誉挂上钩 这个时候 老百姓就会很自然的 去拥把这个 这个简单的爱国 变成了爱政府 所以举国体制真正的目的 是服务于要把老百姓 动员成爱政府的一个社会 那么确实也在举国体制 国家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老百姓看 把这个奖牌的总数 看得比体育比赛赛事更重要 以至于奖牌总数一上去 老百姓就觉得非常兴奋 好像中国实力就强了 那么另一方面 如果有人批评运动员 或者是中国有运动员作弊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老百姓就觉得被打脸了 这其实就是一种洗脑教育的 一个正反两面的结果 常安静先生 常安静先生是非常说的非常对的 现在中国不是做体育做政治吗 还是把这金牌作为这个面子工程 为了拿到更多的金牌 举国之力来培养运动员 包括用这个政府支持部 用金钥等等来拿到金牌 拿金牌干什么 来煽动爱国主义 来煽动民众的民主主义 你看我共产党多有办法呀 我把中国拿了这么多金牌 我们大国崛起 体育大国崛起 军事崛起等等 这样的话在潜移默化中 你认同中国来认同共产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那个洗脑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把中共和中国混淆在一起 中国拿到金牌多了 就是我共产党有能耐 我共产党领导有方 共产党应该还统治有合法性 所以他金牌背后是这样一个背景的 所以我们看 如论当年我刚才提到的东德 那么小的国家 1600万人口 远远不如台湾人口多呢 可以20年长达 20年这个金牌数量第三名 那包括罗马尼亚体操队 当年横扫世界体坛 包括苏联当年也不可一世 跟美国都是争霸的 在体育上 今年这些国家哪里去了 罗马尼亚哪里去了 东德哪里去了 他们金牌全都没有了 为什么 你这个国家主义没有了 专制制度没有 就根本还是专制制度的问题 专制制度才能倾国家之力 才能进行举国体制 专制的国家才能封闭新闻 封闭言论自由的话 记者调查不出来 这次俄罗斯为什么调查出来了 那内部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记者 配合调查了 揭露了 中国现在最近开始才出现了 包括刚才陈破空先提到赵瑜 那个记者写出马家军 用紧要那个悲惨过程 很多运动员全是被强迫的 他们造成了一身病 甚至不能生育 肌肉变形等等 造成很多的问题 包括东德一万多名运动员 用紧要一百多人死亡 百分之一的比例 所以中国这个问题 全背后根本的问题 还是个专制制度问题 这个制度不解决的话 禁要还会进行 这个国家支持的金牌制度 举国体制都还会延续 好的 王高先生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好像内部曾经有个争论 就是这个运动员的资格问题 按照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资格问题 必须是希腊城邦的自由民 奴隶没有资格参加 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 按照这个标准 中国的运动员恐怕 终于没有符合自由民的标准 按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 他应该是业余运动员 就是不能以这个体育为职业 谋生谋取利益的这种运动员 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他是直接体现的是人类体格 意志力量的能力的 这种极限 要跟商业跟金钱 更跟中国的举国体制 那种背后的那种党国的领袖的 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优越性 毫无关系 按照古代和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准 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 全部不符合标准 本人曾经做过六年的体育老师 我深知中国的体育 中国最初的体育 全部的那些文件标准 什么少年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一级运动员 渐量级运动员 他们享受哪种政治待遇 行政待遇 全部来自苏联 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说 中国的体制 现在为止远远没摆脱 斯大林模式体育 这个举国体制就是其中的一个 粗粗的一个表现 好的 陈伯宏先生 这个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 国家荣誉 压倒个人荣誉 运动员本身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那么像孙杨这些人固然值得批评 但是孙杨还是一个体制的牺牲品 不值得苛责 因为像那个东德原来的一些运动员 他们在服用一个蓝色小药丸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知道那个是兴奋剂 所以东德运动员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一万多名运动员 很多人后来得了乳腺癌 什么膏丸癌 得了什么胰腺癌 后来这个在2001年 东德后来的运动员 集体的诉讼这个政府 后来这个政府审判了 以前的教练和以前的这个医生 给他们判 因为他们年事也高判处了缓刑 那么在2007年 统一后就是德国统一之后 有个体育协会 集体做出赔偿 给东德的运动员赔偿了 410万美金 来这个消除他们的后遗症 同样中国的运动员是受害者 中国的运动员在 有时候他们是不知病的情况下 被教练和医生强行的灌输 当然中国运动员很多是知情的 那么我们必须讲一些 其中一些例子 1986年 中国与毛球运动员名将李宁卫 在汉城押用会上 被查出兴奋剂 这个中国找个理由 说他是误服了感冒药 就责怪到那个医生 将那个黄美玉头上 黄美玉类似插脸自杀 那么后来在这个19 过了几年了 这个92年 中国游泳队田径队都是爆发式的成长 就在1992年 巴塞罗那的奥运会上 中国游泳队取得惊人的成就 结果当展示在五朵金花 中国的所谓五朵金花的时候 人们看到是五个大男人 就是体格粗壮 声音厚重 这个长得很像个男人 男不男女不女 所以这个大家都表示了怀疑 好了93年 中国自己的全员会 撤出13名 有这个新分级选手 最大的丑闻就出在94年 在广岛日本广岛亚运村 结果警方和这个奥运会 这个亚运组委会 突击了中国运动员的驻地 发现大量的针头药瓶 遍地都是 就中国运动员猖狂到这样一个地步 在走廊上就在用药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重大的丑闻 他们的全部12倍金牌 特别剥夺 之后丑闻就是滚雪球越来越多 到后来这个 这个是2000年的这个悉尼奥运会 很多中国运动员被竞赛不能去 还有一个重大成为1998年 一个澳大利亚举行那个世界锦标赛 中国队在入境的时候 有一个叫圆圆的队员 身上带了13瓶的生长级数 当场被澳大利亚警方截获 把他和那个教练当场逮捕 遣送出境 那个镜头全世界都是 整个世界都在报道 但是中国不做任何的报道 那么到了后来2004年 又有什么那个举重选手 进跑选手 长跑选手等等 有一个中小部选手 叫姓孙的 他扶到兴奋剂之后 他居然说是在天安门广场 附近一个厕所里 捡了个瓶子 所以说那个中了药 那么中国一个游云队员 中国叫他小鲜肉 中国女人的崇拜对象 林哲涛 他林哲涛 2011年 他这个兴奋剂丑闻爆发之后 他说是吃了所谓的 午餐肉火腿肠 怪到这个超市等等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 2008年 中国自己举办奥运会 中国有一个运动员 叫欧阳昆蓬 名字非常厉害 昆蓬 他就查出这个兴奋剂 被终身禁赛 他就推诿说 他辞了瘦肉筋 结果瘦肉筋一辞 由于他的推广之后 在中国是盛销城上 说这个东德运动员 给中国引进了 东德教练给中国 引进了什么呢 引进了三个东西 高原训练 血栓检查 兴奋剂使用 这个兴奋剂使用 给中国带到了 深重的灾难 现在31年来 到此没有断根 好的 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最后 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知道历次的奥运会 任何对于中国 对不利的裁判 或者评论 都被认为 是对中国的歧视 或者抹黑 那么任何外国运动员 个人的行为和话语 也被看成 他所来自的 整个国家的意见 这次霍顿 对于孙杨的批评 现在中国网络 充斥着 中国在本届奥运会 被歧视 被抹黑的说法 很多网民甚至称 这个本届奥运会 是这个剧毒的奥运 我想听听 就是各位 对于中国网民 所表现的这种心态 有什么评论 和中国这个举国体制 又有没有什么关系 程晓农 请您先来说一下 举国体育体制 和举国的洗脑体制 还有举国的宣传教育体制 它是一体化的 那么在这种一体化里面 运动员是牺牲品 是替嘴羊 那么观众 其实也是牺牲品 他们被洗脑 这个产生的效果 长期以来 这个培养成了一种 只能迎合政府的宣传 然后把政府的荣誉 当成自己个人的荣誉 把政府迎 这个捞来的奖牌 当做是自己的 个人最大的成就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在中国 其实绝大部分 这个国际赛事的观众 自己并不爱好体育运动 甚至什么体育运动 也不参加 他们只是为赎奖牌 然后为中国队叫好 所以他预期说 他们是在关心体育活动 还不如说他们在表现 政府要求他们的那种 爱国热情 好的 曹王庆先生 现在根本的问题 还是在于中国网民的话 不了解真实的信息 你看到陈伯空先生 这个讲的一些细节 那个中国用紧要 这些细节的话 国际上广泛报道 在海外的华人 为什么很多人 就不像中国网民 那么民主主义强烈呢 就得知道真相啊 这个真的真相很重要 第二个话 知道真相之后 有一个道德判断 我们作为看一个问题 是看你是中国人 美国人西方人 还是看这个事情 是正确和错误 是对还非的话 这个是还重要的 今天用紧要的话 就等于是作弊嘛 就像考试的话 你作弊 你当了考试第一名 你光彩吗 你不光彩 道德破产吗 你作弊欺骗吗 像武林比赛的话 你比赛给对方 对方下了蒙汗药 那怎么是正常的比赛呢 或者你比赛之前 把人的妻子孩子给杀了 那怎么叫正常比赛呢 今天体育比赛必须公平 公平首先是 大家都应该是大众体育 而不是宫廷体育 不是举国体制 第二个都不可以用紧要 必须零容忍 中国体委现在给发表 也声明了 我们对紧要是零容忍的 绝对不容忍 对刚刚发生这个 陈欣一静小孩子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结束 首先中国有新闻言论自由 才可能达到 老百姓知道真相 才可能有个正确是非的 判断能力 好的 王柯权 其实西方人 现代西方人 是接受到普世价值的 他们主动去掉 什么欧洲中心的 什么白种的优越性 他们是最少偏见的 西方人经常让人感人的 就是他们特别公正 特别有善心 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同情 而且充满了天真 恰恰 咱们中国同胞 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这种古代的好面子 现在变成了暴发护心态 变成了唯我独尊 任何意见不能接受 这是毛泽东以来 或者义和团以来 红卫兵以来 现在又是经济上发展起来 有钱了 一个爆发 获得典型的心态 不能接受任何不同的意见 这是从心理学上 是一种民族的 极其的自卑的心情 他因为自卑 所以他生怕人家 对他有所批评 像美国人 美国人 我来美国了三年了 我的感觉 美国人真不在乎 这个世界怎么看的 他甚至傻乎乎的 他完全没那个概念 该怎么办 结果就怎么办 你看这个 按菲利福斯 这个北京奥运会 获得八块金牌的 那个小伙子 后来他扶持大麻 给发现 他不是兴奋剂 他马上认错 他说我让大家失望了 这个勇协 美国勇协毫不客气 马上给他竞赛 而且切断他的资金来源 美国人 西方人 这种传统 这种理性规则 这种不留情面的传统 是针对一切人的 只有咱们中国人 才如此的小家子气 病态 这个心理传闻的受虐狂 受虐狂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够有所改观 还是个大国 还是个古国 好 陈高峰先生 这个中国网络上流行一个说法 说哪个国家的运动员不服尽药 说这个美国西方国家也有服尽药 但是有个重要的区别就是 像西方国家服尽药 是零星的现象 而且是个人的现象 当这些运动员服尽药之后 没有政府为他背书 没有媒体为他称赞 而且美国的同行也看不上他们 而且他们被竞赛之后 他们不用再恢复 多数人从此消失 他不像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孙杨被竞赛之后 自己还卷土重来 重新站在站台上 另外这个中国古代 有些传统 那中国现在的反应 是违背了自己的传统 中国古代说 反攻自行 无日三省无声 还说支持者尽乎勇 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 用理性的心态 来看国际社会的责任 中国的网络上公布了 国际社会 国际体坛五大丑闻 其中列了一个加拿大 列了两例美国 列了一例保加利亚 列了一例摩罗马尼亚 完全不提东德 俄罗斯中国这样大规模的 国家支持的 举国体制的兴奋剂计划 所以对中国人 严重的误导 那么另外再说到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 我想像孙杨这样的 孙杨这样的运动员 不服兴奋剂 根据他的体能特点 根据他的艰苦训练 先天性条件 他完全可以成为优秀运动员 即便是他得了银牌 得了铜牌或者第四名 他照样征得了荣誉 个人的荣誉 或者国家的荣誉 所以用兴奋剂的方法 来征得国家的荣誉 一旦败度是损害了国家的荣誉 所以中国的国家荣誉 不是外国人损害的 是中国政府自己损害的 自己给自己 这个找麻烦或者添乱 所以中国民众 如果理性的话 他分析到原因 全面分析这些信息的话 他知道问题的根子 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不在运动员 不在民众 而在体制 而在目前这个制度 好的 有关礼约奥运会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中国反萨德 为何韩星遭殃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8月12号的 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星 自从韩国宣布 将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 中国对韩国展开了 全面的外交舆论攻势 最近中国的报复措施 蔓延到了娱乐文化界 多位韩国音乐影视明星 在中国的活动被取消 戏份被删除 或者合同被封杀 与此同时 新华社声称 五分之四的中国民众 会支持政府封杀韩国明星 环球时报也表示 用不着官方下令 顶峰播韩剧的电视台 就将被网民的唾沫所淹没 从台湾的周子瑜 代理人 香港的核运师 中国的赵薇 到如今的韩国艺人 为何一些中国人 动辄以政治理由来围攻 割心引心 中国动不动 就对其他国家和地区 系上封杀和抵制的大棒 最终的受害者是谁 我们今天首先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请人在纽约的 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目前 多位韩国艺人 在中国的活动受阻 那么他们现在目前 这个封杀范围 到底有多大 而且我们知道民间 也出现抵制韩星 韩流的呼声 这种抵制到底发展到 什么程度 请你简单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听到几个例子 说是有一个电影 叫做这个依恋 什么什么情人 任意依恋 这个主演叫金宇斌 和裴秀志 他们本来在北京 有个粉丝见面会 那么现在被取消 据说北京市公安局 亲自给主办单位打电话 因此主办单位说 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 说这个活动必须取消 不可抗力 因为来自于政府 说政府直接干预 另外我们知道 像那些其他一些演员 像李准基 演了中国电影 但是不能 由于不给他签证 他无法参加电影发布会 还有一些韩国的演员 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制作 比如刘润娜参与了 结果他的戏份被剪裁 那个拍摄方通知他 他的戏份要被剪裁 全部被删除 那么还有更多的 对 还有更多的 据说有53部电视剧和电影 都被裁剪 而且都是来自官方的 也就是说这个官方 是把政治跟文化混为一谈 把军事跟艺术混为一谈 通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行动 又是另一种举国体制 来扼杀韩国的 韩星和韩流 来报复所谓 韩国部署萨德导弹 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韩国艺人 该不该为这个韩国政府 部署这个萨德买单 付出代价 韩国的这个 娱乐界艺术界的人士 我觉得是一种 中国古代的 朝共体系的 现代复活 中国从秦汉到明清 一直实行一种 东方的一种国际关系 叫朝共体系 就是我是老大 我是宗族国 我保护你 你是蜀国 你臣服于我 你每年进贡我 但是我保证你的这个权利 你的地位 一直到这个朝共体系 一直实际上是在 欧洲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1648年之后 又建立现代国际体系 现代国际体系 不管是南海之争 东海钓鱼岛 尤其是现在的对韩国的 这个寒流的这个惩罚 它体现的就是一个 我是老大 你怎么能 我予取予夺 都是我的特权 你只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核保护 哪怕北朝鲜 这这么闽亡不化 就是不听管教 但是呢 由我来处理 这就是一种朝共体系的关系 朱元璋曾经把朝鲜 越南什么泰国 菲律宾 尼泊尔都定为不争之地 朝鲜最惨 朝鲜是每年进贡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缅甸是十年进一次 琉球是三年进一次 所以朝鲜 它的土特产 它的宝贝东西 全部要进贡到北京来 好的 曹长金先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政府这种做法 起码有三点损失 或者它的形象大外损害 第一个 因为这个南韩部署 萨德是部署是防御性武器 是拦截导弹的 那就像是做个比喻的话 我家里多加了两把门锁 你抗议什么呢 难道你要做小偷吗 你要做强盗吗 我家里加了锁 你抗议什么呢 对不对 我是防御 第二个的话 这个南韩部署 萨德的话 得到南韩民众70% 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那你中国政府这种做法 要跟南韩人民对立吗 第三个的话 那就像武林比赛一样 那你打不过人家 或者竞争不过的话 你就去对人的孩子 家人下手 吓唬人家 采取措施 那这个怎么是有道德呢 在这三个方面 中国都没有道理的 这个是不仅在国际社会上 报道上不会同行中国政府 而且尤其刺激南韩民众 那今天我们的艺人 大家今天都要全球化了 经济全球化发展 而我们的文艺节目 并不是强迫给中国的 你中国电视台愿意买 因为你可以赚钱 中国老不平愿意看那个韩剧 愿意接受这个韩流 今天你这种做法 只能刺激南韩人民 对中国政府更加的厌恶 对于中国的国家都厌恶 对中国那些网民 喊打喊杀的更加的厌恶 所以我觉得中国 无论是理字面子 这次都会失去 好的 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刚才长青 谈到的一个问题很重要 我想再延伸一下 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 对韩国部署一个防御性的 萨德反导弹系统那么恼火 这里有个中国政府不便讲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萨德反导弹系统 把中国瞄准韩国和日本的导弹 给封住了 中国的战略火箭军 原来叫二炮 它的九个军级单位当中 有一个叫51基地 总部在沈阳 它下属两个导弹旅 一个在辽宁省 一个在吉林省 这两个导弹旅部署的 东风3和东风21 主要瞄准的是韩国和日本 射程是两到三千公里最多 那么这两个导弹旅的打击目标 其实就是韩国 那么萨德反导弹系统安装了以后 实际上中国 这个打击韩国的目标 就无法实现 所以这个萨德系统 封的不仅仅是北韩的导弹 它也预防了中国攻击南韩的这个手段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这样部署 原因很简单 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延续朝鲜战争时的做法 那就是它准备 在北朝鲜半岛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 如果北朝鲜和南韩发生冲突 它有可能用导弹攻击南韩来帮助北朝鲜 那么这一次萨德系统实际上是把中国这个长期性的战略 给部分的瓦解了 但是这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 不敢搬到台面上来讲的 所以最后是拿寒流寒心来杀气 好的我们知道因为政治问题 中国的社会动辄就围攻或者抵制隐心歌星或者艺人 先是我们知道最近的例子 抵制台湾艺人周子瑜代理人 香港的艺人何韵诗 中国演员赵薇 如今又轮到这个韩国艺人 我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部分中国人总是要拿这些隐心歌星来出气 那么陈伯宏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在一个集权国家 老百姓由于长期的误导和洗脑 有一个误会 他以为国家政府人民都是一起的 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出声 有些人就一哄而上 指谁打谁 这个一起同仇敌忾 但是在民主国家我们看到很不一样 这个政府媒体人民 甚至于这个这个其他一些舆论界都完全不一样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 政府说什么话人民不一定去响应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个事情在中韩两国完全不一样 在韩国那边有支持部署沙德的 但是又反对部署沙德的 就是具体的这些韩国艺人来说 也许他们根本都不懂沙德是什么 也许其中有些是反沙德的 而且在韩国的新州 还成立了一个反沙德部署斗争委员会 所谓斗争到底 那中国这边呢 如果说有这些 而且韩国的反对党也批评政府 如果在中国有反对党去批评 有民众去反对中国的计划 反对中国政府 那必然被当成汉奸卖国责 甚至可能被押上电视失重 甚至被判处重刑 所以说这个两个国家的国情完全不一样 所以民情反应就不一样 这个中国人的群情激开对准这些隐形 不仅对准台湾的香港的 还有这个韩国的这些隐形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艺术上 你可能造成打击 但是中国人可以反攻自行的是 中国自己的艺术文化 为什么上不去 韩国是一个五千人口的国家 五千万人口的国家 跟中国十三亿相比 它是一个小国 但是它是文化上的大国 艺术上的大国 它不仅向中国输出了 韩流 韩新 韩朝 它向东南亚国家也输出了这些 如果说封杀韩国的隐形 这个因为韩国的隐形 韩流在中国的生意占22% 如果说封杀的话 当然对韩国的经济会造成打击 但是倒过来对中国的观众 也造成打击 因为中国的观众 看不到中国自己能够 神采那样的作品 比如说中国排宫廷戏 对帝王将相为中心 但是韩国排那个大长京 同样有宫廷戏 却是以平民为中心 而且人家以人性为中心 而且塑造美 那个唯美主义 这些都是中国观众所稀缺的 当你把韩国的东西抵制之后 那中国的东西根本就跟不上 说到这个抵制的后果 我们知道中国确实 近年来凭借这个雄厚的市场 动不动就用封杀和抵制 来要挟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抵制日本 抵制美国 抵制菲律宾 抵制越南 现在又发展到抵制韩国 甚至最近的奥运会 又发展到要抵制澳大利亚 这些奶粉等等 那么这些没完没了的抵制 我就想问一下 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会不会像喊狼来了喊多了 那么最后 你这个抵制的手段 也失去了效果 而且中国民众能不能真的坚持 这个抵制的底线呢 你那么多国家都在抵制 而且对中国造成什么 至少是现在的 所谓自由民主线的国家 不来这一套 因为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利 它也没有兴趣来干涉 文化思想艺术 什么演员要演什么 不演什么 这个完全是演员 个人地方自己的权利 只有这种举国体制的专制国家 警察国家 才把思想艺术文化问题 作为自己的政府的工作对象 这个现在就是中国现在有钱了嘛 有钱了 所以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 他也一定程度 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了 终于学会了 不知道是谁出了这个主意 肯定是个社会主意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制裁 西方不是老制裁吗 我们也反制裁 我们甚至主动制裁 有着韩国我们就制裁一下他 他不是韩牛吗 他要达到2020年达到242亿美元的 这么一个指标 我们让他达不到这个指标 确实韩牛相当程度 是需要中国的市场 但是呢 环球时报 我看了一篇报道 也说得很清楚 这是两败俱伤 然后把这个两败俱伤的罪亏祸首 这个得益的好手 归到美国身上 刚才小龙先生说的那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看韩国东北亚局势的根本点 一定要保持一种历史观 这是斯大林 金日成和毛泽东 这三个暴军和战争贩子 留下的所谓的冷战的遗产 在欧洲冷战早就结束了 但在中国 在北朝鲜 甚至在俄国一定程度 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 他甚至经常可以死灰复燃 北朝鲜 不管有多少金正书本人 有多少的他的那种 年轻狂妄的东西 但是根本的这种力量 这种后台肯定是北京 我相信小龙先生所揭示的 这个武汉的或者哪一代 中原地带的 瞄准韩国和日本的两个旅导弹的 这个是属实的 这个如果属实的话 那么中朝之间的所有的经济贸易 文化交流的这种这种这种关系 都是非常脆弱的 好的 曹晓军先生 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是不是有效果 不仅完全没有效果 反而起到反效果 你像我们看看 举两个例子 一个台湾 一个日本 那在这个蔡英文总统就职典礼前后 我正好在台湾一个多月 更加深入的了解台湾民众 对中国政府 这个对台湾艺人 那个周子瑜 这样一个威胁 这个威胁他要在电视上讲道歉的话 我是中国人这种讲话 非常的愤怒 愤怒到什么程度 不仅是台湾的民进党 为代表的绿营民众愤怒 连国民党人都愤怒了 包括那个国民党的发言人 他都在脸书写了 我也是台独 都愤怒到这种地步 因为台湾人认为 你这样欺负一个台湾的艺人 一个女孩子 就等于像ISIS 伊斯兰国在杀害这个西方人质面积 之前逼迫他做检讨一样 那么样的残酷 那样的可恶 所以这个只能影响 这个台湾民众更加的厌恶中国大陆 导致甚至有评论说 这个蔡英文因此多拿到了30万张票 是这个中国政府 这种迫害台湾艺人催出来的票 所以在台湾的话 你对台湾根本没有影响 反而负面的影响 第二我看对日本 中国对日本呢 无论是刁鱼岛啊 什么各种事件呢 什么反日啊 抵制日货等等 包括一些网民呢 愤青啊 喊他喊傻 结果怎么样呢 现在今年最新的民调 日本人对中国反感的 达到了空前历史记录的 83%以上 这么高了 83%呢 另外喜欢中国的多少呢 只有5% 这也是历来最低的记录 那你说中国人说 你不喜欢我们 你就反感我们 我们也不搭理你啊 没有用啊 有用的 因为日本有个对中国投资的问题 2014年的统计数字 日本人向中国直接投资 比上一年降低了38.8% 大量的日本商人开始转移 把投资提出来 转向了印度 说这是中国直接的损失啊 中日的经济联合的话 对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经济发展有好处的 结果你反日的结果损害自己啊 包括你像这个 那你中国人说 我们日本的话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的 现在去日本的中国游客 是历年越来越增加 我们看2014年 就比2013年 中国人到日本的游客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84% 很多中国游客到了日本 喜欢日本 日本文明礼貌干净等等 包括日本的货物等等丰富 而且日本的货物化没有毒 日本天气是没有雾霾 还是蓝色的天空 所以很多中国人喜欢日本的 只是中国政府在煽动这个反日 包括那个拿南韩的艺人 台湾的艺人 包括日本的这个商家进行攻击 这样只能导致中国更大的损失 不仅损害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更损害中共的形象 好的 陈伯宫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关于拿这个寒心寒流来出气啊 就好像两家大人有过节 在路上见了对方的小孩子 拿别人的小孩子来出气一样 很没有风度的表现 中国在地理上 人口上 经济上是一个大国 但在精神上 文明上 这个语言上 这个情绪上完全是一个小国 小家之气 中国动辄抵制这个抵制 那个其实每一个抵制 都是一个笑话 当抵制寒心的时候 就反称出中国文化艺术产品的这种 剥弱衰弱 在文化上是一个小国 当你抵制所谓的这个 澳大利亚奶粉的时候 反称出中国奶粉不可靠 质量差 给中国的带来灾难 当你在抵制所谓日本产品的时候 结果发现 中国游客跑到日本去爆买日本 不仅抢购电饭波 抢购这个马桶盖 而且抢购感冒药 避孕套 连日本的避孕套 现在都断货 当你在抵制什么 美国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麦当劳和肯德基的时候 这个很多那个 这个这个干部官员党员 每天都叫做肯德基 叫做麦当劳 特别他们的孩子非常喜欢 然后又是抵制所谓的 菲律宾的海鲜 抵制菲律宾的海鲜 是最大的笑话 中国的渔民不断到了 菲律宾的这个 那个海域去偷布海龟 搞那个濒临动物 这次这个仲裁国际法庭 有一个裁决就是 中国的渔民到菲律宾海域 去布食这个濒临的海生动物 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中国需要 负重大责任的一个事情 说去偷布人家的海鲜 还去抵制别人的海鲜 关于抵制越南 因为抵制越南 越南在抵制中国 都是共产党国家 彼此彼此 中国也在上街暴力的 这个反这个反那个 越南人也上街暴力反这个 砸那个 所以说共产党国家 才会搞这个东西 反过来我们看文明国家 民主国家 根本不会这样 美国 日本或者韩国 或者别的民主国家 如果听说跟别的国家有过节 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说 人民跳起来 去抵制这个抵制那个 什么抵制这个中国制造 如果美国人真站起来 抵制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的三分之一的货品 是消亡美国 那中国的经济将会付出 怎样的代价 美国人不可能那么幼稚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还是需要成熟 需要理智 好 最后还有 每位嘉宾 只有一分钟时间点评 我想提一下 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 一直有这个抵制西方文化 外国文化 外国价值观的这种倾向 那么这次封杀韩国娱乐界 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也有一点 排除外来影响的 这个因素在里面 我就想问一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经济实力强大 但是对于外来的思想 文化 艺术越来越排斥 对于中国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我想请王康先生 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 好像习近平曾经说过 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我看他正在犯颠覆性的错误 前苏联之所以 后来九一年 这个整个的四分五的瓦解 还不是王党王国了 有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恩将仇报 就是反美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没有美国 罗斯福总统的出界法案 105亿美元的出界法案 那是天价 苏联很可能打不过德国 那就真之王国了 这么一个恩人 以后来要 二战基础之后 马上要反美 历史要惩罚你 中国反美 那是三重的恩将仇报 第一 如果没有美国的开辟太平洋战争 那么中国很可能亡于日本军阀之首 第二 70年代初不是美国的干预阻止 那么中国很可能毁于波列尔利夫 格雷奇科的强硬集团的核有限打击之下 第三 没有美国的慷慨的接纳 中国人加入WTO吗 中国人享有全球化的巨大红利吗 所以中国的反美是 不仅是毫无道理的 是极其愚昧的 在道德上叫做恩将仇报 好的 程晓农先生 我们现在看到 所谓中国实力很强 这个说法其实呢 是前一阶段 中国超长经济景气的一个余序 此时此刻 中国政府所感受的 其实是已经来临的一个 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经济上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复苏 然后社会不满日移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当局的心态 是一种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担忧的心态 这种心态下 它对外部的抗拒 防范 抵制 会越来越厉害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种错法 实际上在控制论里叫做负反馈 就是你越收紧 老百姓越不满 越不满你又不得不再收紧 最后进入一个 暴残首缺的状态 很可惜 现在很多中国人 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但是中国正在滑向这一个方向 好的 曹桑金先生 一分钟的时间 当然现在中国出现 这种总现象 我觉得和现在领导人江泽平 习近平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习近平 甚至中国人很倒霉了 现在有这么一个领导人 强加给中国人身上 这个习近平是不学无促的 一个山大王心态的一个人 我们看看他这个博士学位 现在是假的 他没有一天到大学上学 第二他到美国 到英国 到法国 到这个俄国的四国家 谈到他读的这么多书 全都是假的 吹牛的 这成为世界笑料 今天他对外 采取一个扩张的方式 在南中国海 在这个支持北韩 那个小流氓 这个威胁南韩 威胁是亚太和平 对内的话 强固的镇压 残酷的镇压 这个抓法轮功的学员 迫害基督教徒 迫害异议人士 这样一个人的话 就以世界为敌 他今天不是抵制仅仅一人了 他在抵制世界文明的价值 这样一个领导人 其实在领导中国 是14亿中国人的耻辱 好的 最后 陈伯宏先生 一分钟时间 在中国政府的看法中 说韩国部署 沙德反导系统 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实际上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来自于朝鲜的核武器 朝鲜的核武器是进攻性的 它的进攻范围覆盖中国 而韩国的沙德导弹 它是防御性的 它的防御范围覆盖中国 这个输清输重一不了然 那么但是中国的媒体 却从来没有对朝鲜 发动过大规模的围攻 但是中国的媒体 最近是大规模的 对这个韩国进行围攻 这种本末导致 轻重导致 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么事实上说 韩国最后忍无可忍 就直接主持了中国的一个机密 就刚才各位也提到了 就在中国的东北 有五个导弹基地 指向韩国 指向日本的冲绳 指向美国的关岛 也就是说 把你的国家机密掀出来 你本身已经有导弹在瞄准我 你是进攻型的 我只不过是防御 我不仅防御北朝鲜的导弹 我也防御你中国的导弹 如此而已 但是中国都跳脚 所以说中国政府都跳脚 说这个政府 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和韩国 给中国造成危害的时候 而有的老百姓 忙不得了毛左派 或者是五毛党 或者是跟着这个政府齐红 如果这些五毛党 这些毛左派 这些自干五 能够真正爱中国的话 他们用同样的态度 去对付朝鲜 把朝鲜核武区 对中国的威胁谈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好的 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 我们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 王康先生 曹长青先生 程晓龙先生 和陈伯红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我要提醒大家 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或者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 并提出建议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 您可以在第一个小时 卫视节目里面 就焦点对话的内容 提出评论或者问题 我们尽量把您的问题和评论 纳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 好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再会 我们下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